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我们这个单元介绍母体平均数的信赖区间 这个题目是政大财政研究所的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我们看一下 这题目内容是前面的内容其实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他买了洗法经100平 经过测量的资讯如下 这是所有资料的总和 这是平方的总和 那么我们的N是100 现在要算的是什么呢 样本平均数以及标准差 那么来我们做做看 这个题目其实不麻烦 第一个样本平均数 样本平均数就直接算 这是总和 我们由I等于1到N 我们这边省略了 除以N 所以直接算一下等于多少呢 100分之49900 所以是499 这是我们的X bar 现在要算的是标准差 标准差我们算S平方 样本标准差 这个地方我们套用什么呢 底下是这个是样本的话呢 我们就要用减掉1 这边是平方 这边是N分之 这个的平方 来我们带进去 底下是 这比较长一点 99上面这个地方是平方的和 这边在这里 249100 249 1 后面有四个0 减掉 这是 N分之 这是49900 的平方 好 算一下是多少 按计算机 乘上去除下来 刚好是100 刚好是100 那代表什么意思 S是代表是几 根号100 就是10 所以第一题 我们解决了 现在根据索取的样本 计算洗法经 平均重量 95%的 现在区间 这个抽样分配 本身来说 它是因为 它是个大样本 所以我们可以采用的是 Z分配 那么Z分配 那么我们就可以 直接写答案咯 95% 那么我们的Z 二分之阿法是几 这是最常用的 Z是正负 1.96 所以直接写答案 X bar 减掉 Z二分之阿法 就是1.96 乘上 它的标准物 这边是 S除以 根号N 写一下 这是我们的 左边的 部分 右边的部分呢 上限的部分 是加上1.96 乘上 根号N分之 S 这就是我们的信赖区间 来 我们套进去看 X bar是 499 减掉1.96 减掉1.96 N是几 N是100 那 根号N就是10 这边是 十分之 十 那就不用写了 十分之十 那就是1了 那这是 499 加上 1.96 所以我们的 这个信赖区间 减掉1.96 是几呢 是 497.04 这是 500 点 96 那么 这就是我们 95%的 信赖区间 我们贾区区间 减出